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贴了小小的光头 在禁地的乱世中独自前行 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建树十一年的九月 平安依照蓝领地回到了他过去曾经生活过好些年的沃州 却已经找不到父母曾经居住过的房子了 在女真来袭 禁地分裂 不断延绵的冰火中 沃州已经完完全全地变了个样子 半座城池都已被烧毁 瘦不灵循的乞丐般的人们生活在这城池里 春夏之时 这里一度出现了一字而识的惨剧 道得秋天稍稍缓解 但仍旧遮不住城池内外的那股丧死之气 一桌蓝绿的小和尚在城池中找了两天 也找不回西氏对父母的记忆 吃的东西耗尽了 他在城中的破酒宅子里偷偷地流了眼泪 睡了一天 兴许茫然地又到街头晃荡 这个时候 他想要见到他在这世上唯一能依靠的和尚师父 但师父始终未曾出现 与他相隔数十丈外的街头 穿一身宽大森袍的林宗舞 正将一小袋的粗粮馒头递到面前数不灵循的习武者的面前 不久之后 武者跟随在小和尚的身后 到无人处时拔出了身上的刀 平安回过头来 眼泪还在脸上挂着 刀光晃动了他的眼睛 那瘦瘦的恶人脚步停了一下 身侧的袋子忽然破了 一些吃的掉落在地上 大人与孩子们都不由地愣了愣 街边的角落里 林宗舞双手合十 露出微笑 虎豹为了捕猎 要长出爪牙 鳄鱼为了自保 要长出鳞片 猿猴们走出树林 溅起了棍棒 风雨之中 人们的心血会流下来 在死去之前 人们只能努力将自己变化得更加坚强 不尽天则 逝者生存 天空清蒙蒙的 雨从天上降下来 渗透进人们的衣服里 带来了冬日里世人的寒意 剑门关外 拥挤的难民队伍冲塞了山谷 女人与孩子的哭声在雨里融成了凄凉的一片 老走们爬上剑门关前方高耸的坡道 跪在地上狠求着关内守将的放行 凄惨的景象已经持续了十数日 被赶至北方关外的难民多已定道 竟有老弱残症 他们衣食皆少 又不也缺 每一日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就此死去 即便穿梭的山中生活艰难 间隔一地 也有多年不曾见过如此凄凉的景象了 城墙上披着缩衣的士兵持枪而立 极不忍看 随着这场大雨降下 前方山谷中的老弱残症们 会在他们的眼前慢慢倒下 咽下最后一口气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一幕 不地为人间地狱 然而无法放行 完颜宗汉二十余万大军已经进入列州 就在几十里外处扎 而剑门关是属地最为重要的关家 如今四中写手下两万星兵 连同地方冠鱼军队震守于此 只要剑门关还在手上 要打推打 要谈可以谈 无论任何选择都具备高度的战略价值 这样的背景下 即便在谈判的过程中 参与的双方也都在不断地试探着四中写的底线 华夏军一方相对君子 也是因为没有强取的必要 他们顶多是在暗地里不断地以大义为名 游说各方合纵连横 女真人则双管齐下 一方面 完颜吸引受益派出使团 在四中写父亲斯文仲的带领下 对四中写开出了优厚的 难以想象的条件 另一方面 兵临间隔之外的完颜宗汉 表现出了坚决的战斗意志 与一天更甚一天的不耐烦 在使团仍在谈判的过程里 他们将大量病弱民众驱赶往建门关口 并且煽动他们 只要过了关 华夏军便会给他们粮食 给他们治病 打开关隘 谨慎地放人过关 在普通人看来是一个选择 即便人群里混入一个两个 甚至一队两队的奸细 似乎也破不了三万余人镇守的雄关 但战场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逻辑 老练的猎手们会以各种手段 试探猎物的底线 有时候一步的获退 或许便会决定数步之后的尽血封侯 位于建门关外的完颜宗汉 与移住女真将领 显然都是这样老练的将领 哪怕谈判占着实质的上风 他们也在不遗余力地传递着自己的凶才与自信 即便你不想 我们也会狠狠地打垮你 至于九月底被驱赶至建门关北端的病弱汉人 已经多达三万余 从建阁的雄关往东北方向走 营与延绵三十余里 已经沦陷的昭化古城是完颜宗汉屯兵的核心所在 昭化大营约有八万女真主力处扎 昭化成外围偏西一侧 被女真人驱赶前行的十余万难民 正躲在破旧的营地里帐篷下瑟瑟发抖 陵雨之中有两千余人被金军自营地里驱赶出来 这是难民营中已经病倒却无法医治的俘虏 为了避免他们死在营地中 女真人将病患与病患的家人一同赶出 捉他们朝西边的间隔方向而去 对于这些伤病又虚弱的汉人 金军倒也并不做太多的监督 巡逻队固然适用 一旦遇上便远远的射箭杀人 到附近的山林躲避 扰刑并不是没可能躲开女真人的大军 但一来病患的身子没矿欲下 二来至少在金军走过的地方 又有哪里不是废墟与死地 这个秋天经过大军从相反方向一路撒来 为了接下来的这场大战 该搜刮的也早已搜刮过了 往回走是死 躲在身中是慢慢的死 去到剑阁 或许某一日守卫剑门官的汉人将军 真的发了慈悲给他们粮食 允他们治疗 又或是打开关隘 令他们去到另一侧投靠据说 打着仁义知其的华夏军呢 或许随着渺茫的希望一天天地化作绝路 人们才会发现 其实绝路早已降临了 藏青色的马队立在城西的山头上 蜿蜒宗汉身披大厂 看着数千人离开营地 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哭声四起 有人摔落泥水之中 跪地求告 被抓住时 他们尚有手血的瞎当 营地之中 女真人每日也会提供手血吃食 但被驱赶而出 他们身上是什么都没有了 冒雨 部分人带兵 没有药 没有下一顿的着陆 周围是属地的山林 所有的病人 哪怕只是小小的感冒 都会在几日之内 渐渐地 在亲人的注尸下死去 珍珠大王完颜射野马 带着随走自山坡的另一端上来 他是完颜宗汉的长子 自幼随真汉出征 女真灭了时 她十余岁 尚未展露头角 到得第二次变良之战 27岁的完颜射野马 与地体宝山大王完颜邪宝 已是军中大将 在另一段历史中 金灭北宋的靖康支持时 宋维宗被抓入金军大营里 曾试图向完颜宗旺求情 宗旺趁机为珍汉之子完颜邪宝提亲 请求宋维宗将其第十三女 会服帝姬嫁与邪宝为姬 维宗答应下来 不久之后 靖康之便愈演愈烈 京中皇族女眷 大臣妻妻儿女皆沦为奴隶称计 维卿二帝连同皇后公主 皆在京国过着诸狗不如的奴隶生活 唯有这名叫朱朱的 会服帝姬倒成了女真人唯一娶回去的妾室 这在后世成为了霸道将军文的绝佳模板 诞生了一些女性后宫视角的故事 但在当时 这位唯一娶回去的妾室 是否比其他父母姐妹有着更好的生活和处境 再难靠救 无论如何 在这个世界 静平之旨也已经过去了十余年 如今三十多岁的珍珠与宝山两兄弟 虽然在名气上比不过银树壳 阿里肃等老将 却也已经是京国将领里的中流砥柱 这次西路去南下 剑指西南 两兄弟也跟随在了父亲身边 这也可能是女真西院 最后一次到得如此奇了 也足以看出他们对此次征法的郑主 就在北地难得看见这些风景 父亲 儿子来了 射野马说着话 分身下巴向宗汉请礼 宗汉看他一眼抬了抬手 头车准备尚需几日啊 若安父亲以诸位叔伯所示 完全备好需半月 好 宗汉点了点头 随后望向前锋 川树固然跺山 但过了这一天 便有肥沃平原得天独厚 汉地辽阔 风景亦秀美 若古神在此 或许与你有同样开探 只是此次大战过后 我与古神恐怕不会再来此地了 你与宝山当有重履之日 只希望到时 我女真万民茁壮 儿等能对得起这片河山 社爷骂公首 仅记父亲教诲 不过儿子方才所言 倒并非是指眼前的深色 儿子指的是下头的人群 男人挨小体弱 心思卑鄙 口中温良公解 实际上却都是胆小怕事 道德这等情形仍指之啼酷令人不耻 儿子心想此等景象 倒算是对我女真最大的劝谏 社爷骂之前言辞颇有些傲慢 宗汉稍稍皱眉 待她说到后来 这才点了点头 女真人中 完颜宗汉 向来是最为坚决 也最为强势的主战派 她开阔突进的态度 事实上贯穿了女真人 颇回犹豫 是完颜宗汉 为阿古达坚定的决心 后来女真反辽 予亦出风 亦使宗汉劝说阿古达称帝 登高一呼 遂使人心归附 再后来天作地西桃 宗汉甚至不等命令 擅自起兵追击 最终将天作地逼入绝路 生寝楼室覆灭辽国 在女真人崛起的道路上 宗汉的勇气仍是女真精神中 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 社爷马作为宗汉长子 向来都是望着父亲的背影前行 他表面上有着狂傲张扬的性情 实际操作的层面 却也不失谨慎与稳图 而从大的方向上来说 整个女真西路军的氛围也是如此 尽管完颜吸引 游控着间隔的谈判 但在西路军中 巴黎素 沙巴等一众将领 对于战争的准备 从来没有半点马虎 有关于作战的动员 每一日都在进行 军营中也有着狂热的气息在浮动 此战过后 天南海北 目光所见之间 皆是我女真侠地 踏平此渔 天下再无大战了 我女真人 建立不适工业 而等光宗耀祖 功耀万世 便在此刻 前方是剑门关 我们便踏平剑门关 前方是黑骑军 我们便荡平川四路 沙川 天南海北 是啊 征服西南 天南海北附数的有主之地 便基本都纳入女真人的囊中了 狂热的动员 于战前准备中 久经射场的老将们 对于剑门关的难度 自然各有衡量 但并不会向下说出 南征北战了一辈子 最后的关爱之前 不会因为他的血要 他不投降 就为之却步 京城之中 吴奇满意在为这场大战而苦苦支撑 这是所有人心中都有数的事情 对于西南的征法 宗府与宗毕并不热心 也是觉得鞭长莫及 也是宗汉与西银等人的勇爵 将决定经过了未来的命运 九月底十月初 东面传来了屈辱的消息 吉银调动十余万汉军 合回往长沙方向 陈凡率领不过八千人的部队主动出击 将这三支汉军共计十四万人的兵力 心后击溃 这连续的三场大战 或突袭或勇气 连战连结震惊天下 花夏军的陈凡清起上阵 一时间竟隐隐打出了千军万马 碧白袍的声势来 此时东面长沙战场 尚有银树壳的骑兵主力并未参战 但十余万汉军的失败 眼如打在女真人脸上的一剂耳弓 消息传到昭化 一众女真将领倍感屈辱 群情汹涌 恨不得立刻攻击剑门关 以找回场子 这样的喧嚣持续了数日 十月初 司中县开关降金 宗汉 满巴黎锁 撒巴射烟马 席宝等众人的心中 都隐隐地松了一口气 入关受降的这一天 天阴降屁 完颜宗汉骑着高高的战马 来到剑门关前 看到了雨中那位面色苍白 据说颇有忠意名气的汉人将军 他从马上下来看了对方片刻 随后拍拍他的肩膀 走过了对方的身旁 剑门雄关 已经被他踏在脚下了 击败黑旗的道路 也就完成了一半 武剑朔十一年十月二十二 周庸死去 武朝名存实亡的这一年初冬 西南战役在剑门关以南的利州 紫州边境毫无悬念的打响了 没有试探 没有突袭 没有意外 没有与游说四中险 劝阳剑门关类似的一切花球 双方只是做好了准备 随后果断而坚决地投入了战斗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继续 第九百七十六期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剧武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剧武八雅居》 《歌邀一声》 《指宅》 《封周哪用来》 淹没众生悲欢 天地为红楼